麦块土豆的做法 大麦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 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及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 具有消可除热的作用 还可以增强体力 滋润肌肤 大麦富含可溶性纤维 但匮乏酸胺酸和赖胺酸 烹制 烹制过的珍珠粒大麦含有烟酸铁 辛 美 甲 液酸维生素B6 维生素B1 铜和磷等 大麦味干净凉 能健脾消食 除热止渴 粒小便 土豆能提供人体大量的粘液蛋白 能促进消化到 呼吸道以及关节腔的润滑 防心血管和系统的脂肪堆积 保护血管的弹性 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的发生 平衡体内酸碱 美容 抗衰老 双引号 麦子粉适量 土豆适量 蒜适量 盐适量 鸡精适量 花椒几颗 一将麦子打成粉 加入清水揉成麦团 盖上保鲜膜发酵到麦团长大就行 二土豆洗净去皮切厚片 三蒜切片 四热锅烧油冷油时放入几颗花椒 放入蒜片 爆香 五放入土豆翻炒 六翻炒到土豆上面都沾满料 油导入适量的清水 煮 替煮开后把麦团一点一点的揪成小团 然后扯成片状放入开水里 八煮至土豆熟透料 喜欢吃生一点就少煮一会 而麦块熟透 汤汁浓稠料加盐 鸡精调味就可以了 九成品图 小窍门最好是用猪油 这样的麦块土豆才会更好吃 汤汁才会更好喝 小窍